在西亞的以色列是籃球與足球並重的國家 籃球風氣興盛的以色列 國內擁有自己的籃球超級聯賽 並且共有12個隊伍角逐冠軍 以色列籃球超級聯賽也影響著每位選手以及國人 這次參與賽的選手在比賽開始前好幾個月就開始訓練 期望讓球技跟進金號來台參賽 對上球員的年齡分布很廣 目前有學生以及軍人參與比賽 練球時必須在大家工作結束後 才能集結訓練 我們開始訓練三、四個月後 我們從以色列的選手從美國的選手 然後我們選擇最好的12個 有一個很棒的選手 我們在晚上和晚上 他們從各國的選手 和參加湖第四個選手 我們在各國中走到一家 我們去把地獄 練習在一堂比賽中 這次是我們的參加湖 我們很幸運 我們對很好的隊伍 我們在努力做好 熱愛籃球的以色列曾提出申請2018女子籃球世界盃 很可惜的被西班牙拿中主辦權 雖然失去主辦權 以色列依舊不減對籃球的喜愛 在這次世界聽障籃球錦標賽上有著傑出的表現 我的妻子和咖哩和妻子和妻子和妻子 親吻 再見 四天之後我回家 記者李玉珍 桃園報導